添加完动画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技能上面如何来实现 进入到人物的蓝图 点人物Ctrl加1 第二个技能 我们相同方式Skill02 Skill02 放在这个位置 首先我们来个什么呢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超级跳的这个地方 我们用到了一个Duel Once 这个Duel Once的作用是什么 用来做 用来做这个冷却 所以呢 我们的引火并没有冷却 因为它不是一个攻击魔法 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冷却就好了 好 这个呢 我们需要一个冷却 所以我们把一开始就把冷却给加上Duel Once 加一个叫什么呢 加一个叫做Add Custom 添加自定义事件 取个名字 按下F2可以换名 RatioForce 静向力的Reset 之后我们呢就通过这个复位 好再往后面走 先不着 但是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一个冷却的时间的变量加进去 对不对 之前呢我们加了一个超级跳的CD 我改了一下名字叫Cooedown CD 同样的我们加一个浮点把它换成叫做RatioForce的CD 这个地方我们超级跳 我把它的这个变量分了类 分了这个类别 好 看看我是怎么分的呢 点一下这一个变量 我在这边有一个叫做类别 取个名字叫Skill 这个变量专门是用于Skill 然后呢 好我打了一个竖线 这个竖线就是回车上面的那个键啊 Shift加回车上面那个键 然后再加一个RatioForce 看没有 这样子呢就能够将这个变量分到这个类别里面 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技能有多个变量啊 做好这样子呢 分就会比较清楚啊 比较清楚 好 讲了一点点这个关于冷却 然后看如何来释放这个模仿 首先我们要让这个难图播放动画 对不对 把这我们之前的Orient Enemy BP 拖出来 有一个Is新加的IsRatioForce 当它为Chill的时候 这个动画就会播放起来 好 当我们人蹲下去之后 释放一个 好 释放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地方 镜像力看一下怎么来添加 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个添加 我们找到一个叫镜像力组件 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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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镜像力组件 镜像力组件就是能够什么呢 像四周 像四周啊 释放一个力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推开 好 加来 加进来以后 把它的半径稍微射大一点 800 另外这个冲击 冲量强度不变 作用力强度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较大的值 比如说50万 较大的一个值 好 另外往下走 往下走 有个自动启用 我们把它关掉 因为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技能来释放 对不对 它不能自动启用 而是什么呢 手动启用它 所以它关掉之后 拖出来 我想设置它启用 set active 设置激活 手动激活它 激活 它就能够像四周释放出一个力 同样的 我们还是来点生效吧 play一个sound 播放一个音效 然后刚刚我准备了一个音效 但这个音效呢 你可以自己去找Ratial force 有这样的声音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加一个粒子特效 对不对 粒子特效 attach 深层粒子 深层发射器附加 我们这次不用附加 深层发射器 我们用这个在位置处深层 spon 可以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粒子系统 还有没有粒子系统 在位置处深层发射器 因为我希望它在我的脚下来深层 所以不是附加了 不是附加在我的人身上了 所以 来一个什么样的粒子呢 想想看 爆炸 OK 我们就用爆炸爆炸 然后呢 位置 我获取到我人物的位置 get actor location 获取我人物的位置 但是呢 我们先试一下 看看这个位置 会不会OK 好 便宜 我们先暂时不结束他啊 直接来试一试看看 好球推出去了啊 同学但是这个动作没还原 OK正常的啊 嗯 我再试一下 看一看 有点夸张了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好 我们来复原吧 复原 大概 delay个多少秒呢 delay个 延迟个0.5秒之后 延迟0.5秒之后 我们让他的这个进销利呢 就取消掉 进销利失效啊 进销利这个组件失效 另外还需要让动画也失效 对不对 动画也要复原 动画复原 另外 冷却 delay 我们的冷却时间啊 冷却时间 我们用这个ratioforcd啊 冷却之后 来进行再运行这个事件 ratioforcd reset啊 ratioforcd 啊 你看我怎么手 我就打了一个ra 然后打了一个reset啊 这样子可以很快速的来 找到这一个 打几个关键 关键字就好了 好 这一段比较长啊 比较长 那再跟着一步步来 我们试一下先 看看会不会OK 看看会不会OK 看一下啊 可以看到这几个物理球备 冷却时间太短了啊 我们找一下 编译一下 冷却时间难怪零秒 我们把它设为一秒吧 一秒凝确 再试一下 好 或者站远一点 这个力度啊 非常大 感觉这个 这个爆炸的这个感觉 太大了吧 我人都看不到了 换一个例子看看啊 换一个例子去看 换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例子系统呢 HIT 看下 我们看下这个HIT怎么样啊 然后这个例子系统呢 都是我要大家下载一个FXValty Pack 里面的 好 这个 这个行 这个行 但是感觉 还是有一点点不那么好 我们再试另外一个吧 是这个什么呢 是这个Light 好 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这个好像 这个也差不多 跟那个 好 这个根据大家自己喜好来啊 我呢 就还是选回 选回这个爆炸 算了 Explosion 这个稍微还珍藏一点 然后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 用什么例子来 来实现这一个 金箱力的爆炸 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好像 有点小啊 而且有点高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我希望它在脚面 在我的脚底下 怎么样放在脚底下呢 你看例子 我们在位置处生成 所以我们暂时先断开它 把它分割 然后把它分割 XYM都不变 Z轴就是它的高度 对不对 大概它的身高为1米6的话呢 我们减去它的这个80 减去90吧 减去90 就能够在脚底下来生成 另外我希望刚刚那个地方不是 火焰有点小吗 我把它扩大 X轴扩大 Y轴扩大 但是Z轴不扩大 我们看一下会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现在这个效果还行 就是我通过 通过这一个 好在地面上来爆炸 OK 那你还可以试其他这个粒子系统 好 好